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寫不出原創的文章怎麼辦 那為什麼原創的文章很重要 我們先講一講什麼叫原創 原創其實就是經過自己思考過 然後親自寫出來的文章 那第二個就是你看過別人的文章 然後有感而發 再去寫下你自己的心得或感想 那第三個就是說 譬如說你上過某些課程 然後經過學習消化融會貫通之後 你才寫下來的文章 那我都把它稱為是原創的文章 那為什麼要原創 為什麼要原創 原創就是你寫下自己的心得 這樣才能夠代表你自己 那讓你有一個個人的識別度 個人的辨識度 創造你自己的個人品牌 就算你如果你要引用別人的文章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個文章的前面 先寫下你自己的心得 然後再去引用別人的文章 放在自己的心得的下面 然後當然注明一下出處 那如果只是單純去轉貼別人的文章的話 沒有自己的心得分享 那這篇文章它就只是一篇轉貼文章 那你會發現現在的社群媒體非常的多 轉貼文章真的不缺 太多人在轉貼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在你要轉貼文章上面 再去多一些你自己的想法跟心得的話 你的那篇轉貼文章沒有人會記得 沒有人會記得你轉貼了這篇文章 對你個人沒有加分的效果 這是最重要的 你在網路行銷上面做那麼多事情 結果別人對你完全沒有印象 那等於你對別人沒有任何貢獻 你轉貼了別人的文章 你又註明了別人的出處 你只是在幫別人打廣告而已 對你自己根本沒有加分的效果 怎麼樣去寫出原創的文章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你可以去想 我把它歸類為三項 第一個就是 你去挑選自己有興趣的主題 挑選自己有興趣的主題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去挑選熱門的主題 譬如說什麼叫熱門主題 你可以去 去Yahoo搜尋情 去Yahoo的網站 然後看Yahoo的首頁上方 都會有當天最熱門的搜尋的關鍵字 你去針對那些關鍵字去寫文章 那第三個就是 你去挑選和自己提供的服務或商品 有關聯性的主題 譬如說 我今天賣塑生衣的 那我寫的文章主題 我不要一直去寫 我們塑生衣有多辦有多好 然後我們有多專業什麼的 你要寫的是 讓客戶看得懂的話 譬如說 你可以從健康的角度 或是媒體的角度去切入 媒體 媒體 媒體的身體 媒體 健康 譬如說 顧脊椎 或是 顧你的體態 那你就可以去延伸出很多相關聯性的文章 那題材就會源源不絕 光是從健康 人體 從頭到尾都 這麼多器官 然後 你跟健康相關的題材實在太多了 你就講不完 那這些健康的題材呢 會關係到很多 我曾經寫過一個病後日記的文章 到現在他的點擊率還是在我的部落格裡面的前三名 我總共寫了九篇 有三篇一直高居前三名 那我後來發現 為什麼我這篇文章已經寫了三四年了 那還是高居在部落格的前幾名 因為 人一旦生病之後 他第一個想到的事情就是 上網去找答案 上網去找答案 那 不得不找 沒有辦法 因為身體不舒服 所以一定會上網去找答案 所以 如果你的產品是跟健康相關的 那我們就要去多寫一些 跟健康相關的主題 然後 一定會很多人去搜尋這些關鍵字 那搜尋到你的關鍵字之後呢 等一下才會知道說 你了解這些跟健康相關的主題 而且你有辦法 有產品 有服務 可以去幫他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好 這樣子的文章呢 就是變成你自己的原創性文章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原創文章很難 其實不會很難 你主要是要去聯想 就是我的商品可以跟 幫人家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來做聯想 那你就可以想出很多很多的關鍵字 然後你再根據這些關鍵字去搜尋 到網路上去搜尋這些關鍵字 別人的文章 然後拿來做參考 那當然千萬不要抄襲 你可以引用 然後加上自己的心得註解 但是千萬不要吵襲 那最好的話呢 當然就是你吸收消化完之後 全部重新不要看別人的自己寫一遍 這是最好的方法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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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